要先鞋染酒才红得好看 是吗 那就赏下场再一战红吧 不急不许美艳跋扈 在电视剧后宫甄嬛专中 中国女人讲戏饰演的华妃敢爱敢恨 就算心狠手辣 却是观众最爱的角色之一 截然就是矫情 气言之嚣张 连皇后都要让她三分 没想到讲戏在日前开播的芈月专中 竟然变成委屈求全的举国公主 王后盛名 臣妾大肆也不敢的 前日我命你毁掉你那件新作的 克斯绣罗山 臣妾以尊王后之意 办了 虽然依旧貌美 但气场完全不一样 甚至为了保小米月周全 牺牲自己 但毒蛇的网友则说 因为她在这处戏中 一样被陷害 没了孩子 已经不孕两千年 才会母爱大爆发 这几年 若不是姐姐将月儿 容而视为几初 还不知道这两个孩子会怎样 演技如此精湛也让外界好奇 奖心的身价到底是多少 其实从1995年就出道的她 已经拍了超过40部的电视剧 但一直到2003年才知名度大开 苦熬多年手中只有海润影视 三万股的股份 和孙力相比整整差了70倍 副业投资略逊一筹 三年叙迟一筹 广告之后 再次